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你一台娃娃车啦 或者送你一个摇篮啊 cradle啊什么的 那我姐姐妹妹都办过 所以那时候我还在加拿大 我也参加过他们的baby shower 所以这就是大家给妈妈的 准妈妈的一个祝福 这个我觉得OK 那现在另外一个party 叫做gender reveal party OK 那gender是性别reveal叫揭晓 所以性别揭晓派对在干嘛呢 就大家可能都会猜 你肚子里这到底是什么性别 那他们就会办一个par 那父母本身都知道 只是我们就先把这个东西 information来withhold起来 先不要让大家知道 让大家来猜啦 玩个游戏啦 什么这些的 然后大家都下好离手了之后 他们就用一个 不同的有创意的方式 来把baby的性别揭晓给大家 蓝色是男生 粉红色是女生 例如说一个气球 里面装了另外一个小气球 那这小气球可能就蓝色或粉红色的 所以大家都下好离手了 然后把那个气球刺爆 里面的那个显示出来 原来是蓝色的 恭喜是男孩 大概是这样 你也不用气球 气球里面放那个亮粉好了 所以亮粉可能是蓝色的亮粉 跟粉红色的亮粉 一样吃饱气球这样子 所以总之 Color is a key factor in these parties OK because color is the indication of the baby's gender OK 那所以这边 我要讲的这个新闻 其实是一个不幸的消息 一个新闻 就是他们请了一台飞机 那那个飞机就撒下粉红色的粉末 就飞过你的这个party的 这个场地 然后把粉末撒下来 然后这时候宾客们就 啊原来是女孩啊 因为撒下粉红色的这个 那很不幸的是这个飞机坠机 哇靠北 然后鸡尸就死掉了 后立学 好我不应该笑 可是我还是觉得蛮 蛮讽刺的 仿佛用一条人命来去迎接 另外一条人命这样 迎接人命怪怪的 迎接新生命 用一条人命来换来一个 迎接一个新生命 所以这发生在墨西哥 那他这边有个小标题 所以就是大标题 Gender reveal turns deadly 结果就是发生了一个致命 As stunt plane crashes in Mexico 所以特技飞机 特技就是 stunt OK所以我们讲说特技的特技演员 所以就要替这个替主角去做一些武打动作 我们就叫他 我们叫他stunt double 我们都讲一个字 OK 假设我的身材跟肌努里我也很像 然后他要做一些危险动作 就是我来上他在旁边休息 那我就是他的stunt double 我是他替身啊简单的说 OK 那stunt的话就是做一些特技表演或什么的 所以他是一个stunt plane 然后就摘了 摘下来了 很惨 OK 所以这个叫gender reveal party 也把这个字再打出来一下 gender是性别 reveal是揭晓出来 他是一种现在很夯的派对 这短短的 我来读一下好了 so a pilot the pilot就是那个鸡尸 a pilot died during a gender reveal stunt in Mexico when the small plane he was flying crashed while dumping dumping pink smoke on the expecting couple 所以他就是要倒着一个粉红色的粉 抹下来 烟雾下来 就追忌了 the video posted online shows a couple standing in front of a sign that reads oh baby and is decorated with pink and blue balloons in San Pedro Mexico 所以他现场的 蓝色跟粉红色的气球都有了 但总之这个粉末撒下来 才知道是女生 so a plane flew low flies low 对不起 现在是 and dumps pink smoke revealing the couple is having a baby girl when a small aircraft suddenly pulls up and begins to spiral 所以他就要下来 然后下来之后 他突然间往上拉 然后开始旋转 然后砰就摘了 OK 好可怜 我觉得 他也不过就是赚个钱 那我就不播这个影片 有兴趣的自己去找来看好了 这其实是最近的事情 我好像是在推特上看到 所以在推特上这个东西 trend了一段时间 因为大家就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看法 我像是 好 所以 你如果有生小孩 会办一个这样的趴吗 其实不要搞得太复杂 我觉得应该还蛮有趣的啦 那我个人是不打算生小孩 所以这个事情就跟我无缘了 好 我是Paul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次见